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可以压制二卡伦的诅咒 导致二卡伦即将被高速婆婆本体给彻底附身 到底两人会不会被高速婆婆给残害呢? 今天第三期的开头剧情 在场电视节目中一名叫做 多多利亚三胎的林梅斯 正在帮一个男偶像进行算命 林梅斯猜测男偶像已经结婚生子了 甚至还猜测出了他喜欢什么东西 但全部被男偶像给彻底否认 节目结束后制作组对林梅斯的专业能力感到迟疑 认为他猜的根本不准 毕竟那么年轻的偶像怎么可能会结婚生子 殊不知之后的真相将彻底打他们所有人的脸 与此同时 里面的高速婆婆已经占领了二卡伦的身体 动画依然采用鲜艳的红色 来渲染高速婆婆作为妖怪登场时的气势 看着林奈桃昏迷的模样 高速婆婆一把抓起林奈桃的腿部 准备开始享用它 这一动画完美还原了漫画的分镜相当好评 鲜艳的红色也替场景增添了不少的恐怖氛围 就在高速婆婆准备对林奈桃的那里下手时 一块带有钉子的砖头集中了高速婆婆打断了她的行动 导致高速婆婆掉进了一旁的水道 此时一名拿着棒球棍穿着披风的女子煞爽登场 她就是刚才上节目替男偶像算命的林美斯多多利亚三太 想不到在白发苍苍的头发下 她居然有着相当年轻的面容和十分娇好的身材 为什么我会特地强调这点呢 因为她就是小桃的奶奶 林奈心子 你跟我说这位姐姐是奶奶 她居然是奶奶 确实真的看起来还蛮大的 突然高速婆婆以击快的方式闪现到奶奶的身后 眼看就要偷袭成功 高速婆婆的身体瞬间燃烧起来 不得不说不看动画真的还不知道高速婆婆 居然可以快到跟瞬移差不多 奶奶表示她早就料到高速婆婆会从死角偷袭 所以她早就事先有了防范措施 甚至还让高速婆婆成功掉进了她所设置的陷阱 这个陷阱是她用棒球棍的巨型铅笔画的一个圆圈 相当于是一种结界能力 如果高速婆婆走出这个圈的话 就会被燃烧殆尽 因为这个圆圈的外车被奶奶盯上了护伏钉 所以圆的外车会自动张开结界 而高速婆婆无法碰触奶奶的原因 是因为她受到了结界的保护 她自己也在身下画了一个圆 然后把护伏钉盯在了圆内 那么结界就会从圆的内侧进行张开 这根本就是还没保保的野海雄防护圈嘛 眼看高速婆婆受到牵制 奶奶直接禁止走到了她的面前 这一段话相比漫画奶奶更加靠近了高速婆婆 完美呈现出奶奶毫不畏惧的勇敢本色 好像在表达老娘吃定你的的感觉 怀着孙女差点被吃掉的怒气 奶奶直接对高速婆婆开始一人穿的暴打 高速婆婆由于不能出圈只能挨揍 到最后终于受不了只能用二卡伦的性命威胁奶奶 高速婆婆表示如果自己被烧死的话 男孩的性命也会保不住的 但奶奶根本不在乎 如果是渣男的话那还不如除掉的好 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高速婆婆的脚下也多了一个圆圈 同时第二个圆圈内也被插上了一个护服钉 动画这里很细节 奶奶刚才在与高速婆婆嘴炮时 其实早就偷偷在绕着她的周围画圆圈了 高速婆婆自己都没注意到 接着奶奶便将第一圈的圆用脚插出后 第一个圆圈的效果便会被解除 因为奶奶事先在第二圈内侧盯上护服钉 所以会变成第二个圆圈从内侧展开结界 这让高速婆婆顿时直接败震下来 第一场老太婆大战以奶奶压倒性的胜出 动画这里相比漫画复杂了一些 原来漫画对付高速婆婆奶奶其实只有画一个圈而已 然后从圈内钉下钉直就直接击败了高速婆婆 战斗结束后小刀终于醒了过来 他急忙想要赶快确认二卡伦是否安然无恙 却发现奶奶已经回到家中正悠闲的看电视 小刀询问奶奶是否有看到一个男孩子 但奶奶却已毒乱回自顾制的看电视 因为小刀曾说过她是冒牌灵媒师 奶奶还在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小刀知道奶奶的态度十分强硬 所以她也只能马上跟奶奶进行道歉 眼看小刀的态度十分诚恳 奶奶也立即说那个男孩正在组店 小刀听完后立即飞速的往组店跑去 路上甚至还在感到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 二卡伦根本不可能会被诅咒 当小刀打开门时 却发现了二卡伦正悠闲的吃着奶奶给了饭团 看到二卡伦安然无恙 小刀才终于放下心来 而二卡伦看到小刀也非常激动 但却被小刀暴躁的用力关起门来挡住 这段既甜蜜又好笑 动画这里还特地添加了一个小刀背对着门靠着的场景 来表现出她试图平复内心的情感波动 因为小刀关门的这个举动 其实是想要掩饰自己害羞的表情 越是这样 越证明了她对二卡伦的在意 她原以为自己只是关心她作为朋友的安危 却不知从而始起 这份关心已变得不可忽视 此刻他们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朋友关系 两人之间的这份微妙的情愫 从门缝中缓缓渗透将彼此的心悄然拉近 此时奶奶表示二卡伦目前只能待在里面 要是一出来的话马上又会变成高速婆婆 小刀告诉了奶奶自己已经觉醒了超能力 这是她在看到UFO后才发生的事情 但奶奶却不相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 小刀表示能理解奶奶的感受 小刀说自己的超能力必须要用来压制二卡伦的诅咒 否则她会立即被高速婆婆附身 奶奶说高速婆婆是非常难缠的对手 这个妖怪最近一直在神出鬼没 然后还以一个废弃的隧道为据点 奶奶早已事先去隧道看过了一遍 她表示灵气实在是太强了甚至无法接近 因为那个隧道里头有蒂芙林 蒂芙林怨炼极强 所以他们在领地内几乎是无敌的 没有任何人敢跟蒂芙林正面对决 而且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蒂芙林已经跟高速婆婆融合了 变成了更加难以对付的妖怪 漫画这里是以一个大分镜呈现出 奶奶见到融合妖怪的震撼场景 动画在这里进行了改动 更加注重了在气氛上的营造 她改成了奶奶在漆黑的隧道中 点燃了相应后才看到融合妖怪 给了一种借开谜底的感觉 同时也替整个场景增加了不少压迫感 让妖怪出现时的画面更加戏剧性 因为妖怪实在太强了 所以奶奶吩咐小涛别插手这件事情 但小涛却坚决要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她相信如果是高昌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眼看小涛心已觉奶奶也不再阻人 所以奶奶替他们想了一个妙计 那就是必须要把高速婆婆给引出正能士 正能士就相当于是蒂芙林的领地 只要她脱离这个范围实力就会大幅衰减 到时候要对付高速婆婆便容易许多 但是高速婆婆的速度非常快 要把她引出领地还要不被抓到有些难度 所以她要求从现在开始 小涛必须要锻炼实力 奶奶甚至让二卡仑也一起加入训练 因为二卡仑变身后的诅咒模式 是能够将高速婆婆引出正能士的关键 随后电视上正播着男偶像的道歉记者会 这名男偶像国真如同奶奶所猜测的 有一个私生子 她甚至还没有跟生小孩的对象结婚 而且她的十几年年不是20岁 而是27岁 这里漫画奶奶在看电视时 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大喇喇姿势在看电视的 这显示出奶奶相当豪放不羁的性格 但动画这里被和谐了 没能看到奶奶给大家的福利 算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此时二卡仑因为在主店憋太久的关系 想要上厕所 所以她用超快速度往厕所跑去 这里也是非常搞笑又充满福利的一段 人家二卡仑急得要死 结果这对婆生还一直在一旁搅局 善人甚至还在往厕所路上竞速了起来 奶奶这惊人的摇动 真的让人太兴奋了 最终还是由二卡仑获得胜利 成功拿到了厕所的门票 但由于她身上的诅咒必须抑制 所以小偷得一直盯着她上厕所 这让二卡仑感到十分的丢脸和羞耻 对她来说这比被外星人绑架还要惨 突然高速婆婆的影子出现在了二卡仑的身上 场面马上从搞笑的情境迅速进入到了紧张的状态 这一幕动画还原了漫画充满张力的分镜 高速婆婆将时间进行的冻结 只要小偷的时间在流逝 她此次现成就是要来警告小偷 她的诅咒将会透过二卡仑为媒介进行传染 所有被她看到的人都会被咒杀 就连她的奶奶她也不会放过 如果不想要死人的话 她要求小偷今晚必须到隧道跟她见面 随后厕所的门缓缓关上 四周也会复成原本的样子 虽然奶奶没有看到钢材的情况 但她依照自己流出的笔血和墙上符咒的异样 大概猜测出高速婆婆钢材已经来过了 奶奶从小偷那里得知了高速婆婆要求复约的事情后 也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对她急忙让二卡仑和小偷穿上神官和巫女的服饰 她表示这是用来防止恶灵侵害的防弹背心 穿上这个对付高速婆婆能够比较保险一点 但小偷觉得奶奶很啰嗦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毕竟他们怎么说也曾经打败过外星人 在两人出发前奶奶忽然从背后抱住了小偷 并亲身的嘱咐小偷千万不能死 这一段剧情相当的温馨 虽然婆生两人常常互相斗嘴 看似关系轻松随意 但实则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纽带 不用什么长篇大论 仅仅一句简单的话语 就能将心意互相传达给对方 所以二卡仑和小偷就这样上了电车前往目的地 小偷也向二卡仑表示 自己一定要狠狠的透眠高速婆婆 因为她居然想要伤害自己最珍视的奶奶 但那党第三集也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集比较偏日常一点 但依旧还是非常好看 尤其是奶奶的出场真的是惊为天人 这应该是动漫史上最凶的阿嬷了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小桃就是我的孙女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不按个订阅别人追踪我IG以及FB 我是CNNN 我们下次再见